- 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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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車站月台 嫌犯雙手被壓制 乖乖聽從警方指令 他就是鼎鼎有名的珠寶大盜陳清客 昨天在三重搶銀樓 三名嫌犯各自落跑 年紀最大的主嫌陳清客 70歲了最會跑 逃了半個台灣 警方調查原來陳清客 由女共犯開車先接到高雄 他再跳上火車逃到花蓮 但再會逃 還是逃不出警方手掌心 - 被他抓過兩次 被他抓入監之後 假設就因又願意逃亡 陳嘉欣署長再把他抓回來 他要我再三提醒專案的同仁 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犯罪基礎 警方口中的恐怖 是指陳清客在搶銀樓時 心狠手辣 對著老闆拳打腳踢 還出言恐嚇 他有發救人發三次吃 那大徒說 你再發我 我就幫你賭 辣椒水他在搶 有眼睛的眼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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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去拿我照片 膠帶也放白 搶銀樓又傷人 算一算總共有五百兩 價值大約三千萬的黃金 被搜刮一空 幸好一天內 這三人就被逮 警方陸陸續續從中和花蓮 最後今天上午 在三峽抓到第三個嫌犯 強盜集團 曾經在案發前幾天 就曾經到這個案發地點 來做會堪 所以這一團是老手 平均超過六十歲 強法再怎麼熟練 事前再怎麼殺盤推演 將還是老的辣 不能用在他們身上 因為邪不勝正 賊心該敗 突發中心新北報導